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非你勾线勾得很好 那种公笔画 高水平公笔画 它的气韵就在勾线里面 那染色它就慢慢地染出来了 它谈不上什么气韵 拖成一朵花 看到它很有劲地 像花棒这样伸出来 像是一种气韵 花 月的南化 它是南在组织 并不是把每片月画好就完了 而是向上一组织 它是在统一中有变化 这个月 把月的状态要做到这样 还有一个 每一片月不能一样大 有的是大一点 有的是小一点 有的是带点车面的 它自然借这个东西 它不是完全是正面的 有的是车面的 有的车道 甚至是一条线的也有 所以要了解这些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杆 牡丹杆子 杆子要画出什么 很老 很苍近 这种感觉 还有一个花蕊 花蕊 点睛之笔 花蕊在一朵花 一个花朵中间里面 这是起到提神作用的 这花蕊也不容复视 你不要随便的点几点就算了 要点的怎么点的好看 像我们这 这几堂一支下来都是 画的这种 比较多磅型那种 那种花蕊就跟原来我们那种 强维型的 在中间的那种花蕊就不合了 这个呢你要注意就是你要注意巨散 疏灭这个对比 不要我上次说的像插样一样 像那农民插样一样 这个距离是一样的 它就不好看了 也不好看了 也不需要太多了 有时候因为真正的花 有时候都看不到花里了 花瓣多了 多几条这样一种变化 所以这个牡丹它每一个局部都很重要 每一个局部都不用复视 调两粉 这是讲这二桥 不调粉的话 你先把深的颜色化好 然后剩下的颜色它就是淡的 再把淡的那变化